这盘棋将解是当阳桥头之战 2023年的直播间第十一局 红方是黄帝娟 黑方是王天怡 开局是冲炮 对战骑马 红方挺兵制马 黑方出局 红方跳马 黑方三不虎 这儿红方是上马 黑方进三足 红方炮八进四 那么黑方就上马 红方给他摁住 黑方走巡河炮 准备对足火马 红方出去 转时牵住对方 然后他走巡河鞠 黑方进七足 红方挺兵 拆掉对方架子 顺便活动自己的马 黑方把这兵撞掉 拱着鞠 红方得吃 再撞一个 红方再吃 黑方的意思是上马 红方如果吃 他可以能报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旗红的 就掌鞠了 那黑方这个旗啊 选择找法是飞向 红方是上外马 黑方就 鞠二进三 把这个炮赶走 你要打的话 就去抓你 红方走的是 平局去报 为将来马切入 做准备 黑方先行捕捉 这儿红方呢 走马三进四 他并没有急切 的原因是啊 看着采鞠 黑方 他有一招呀 平炮鸡马 这个厉害 可以说是 天王盖地 硬是把鞠给挡住啊 吃炮 结果你怎么走吧 首先你踩掉 先吃一个 他打掉之后 抓着炮 这个炮一走就鞠没了 所以到这儿呀 这炮又被围死的 所以他不敢踩 不敢踩的话 那现在正常打鞠啊 那黑方可以租五进 这边吃着炮 踩着马 看你怎么走吧 这儿要狮子的 因为你踩掉之后 他打过来 任然打局啊 这个棋受不了 红方只能就 踩个像吧 那黑方向掉 这儿红方在躲 这个棋其实 红方已经狮子了 那黑方占优 所以话到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 红方想过马 但是不能着急 他选择的是马三进四 这里黑方就 跳过来 这里他主要是要吃炮啊 红方就上马 抓着鞠 这个棋的意思是 憋着马腿 欺负黑方 黑方要躲的话 就失落了 那么他选择 教法是上马翻踩鞠 这个棋走得告明 你要是踩鞠 人家踩鞠 将有个马后炮杀棋 所以红方必须 得把这个鞠走开才行 然后呢 黑方这个棋啊 他就走了一个回马 这儿隔断啊 现在是硬要吃炮 那么红方能走的棋 就是打掉 这个意思就在于呢 对方正常要去捉 这儿可以再打过来 现在这个棋啊 就是你要踩马 那么将来啊 这边它是有一个 鞠吃掉这个马 这度棋的话 其实呀 它有一个吃双的棋 所以这儿的话 你不会去踩这个马 那正常是要踩炮的 踩炮的话 它这边啊 也是给你打掉的 然后呢 这里黑方也要打 那红方得吃一个马叫杀 黑方这里有一个鞠 吃掉炮 向着鞠 那红方可能就要炮吃掉 黑方就杀一将 正常的话就不是向啊 这个结局的话 双军马对双军炮啊 也是一个军事局面 所以这儿应该说啊 炮打鞭足是一个正解 但临场呢 较为复杂 红方走的一招平炮啊 贪心 想强行去杀出去 他太看好这招气了 但是人家先吃 等你吃完之后呢 黑的这边又炮二平四 把马给打了 红方虽然踩掉 黑方在一起吃 这时候你如果不对局纠缠的话啊 他将来这个棋啊 有一个对局可以戒围 虽然说你平炮在打 裸向在抓 但是这个棋 你肯定抓不到他 因为他可以保 你最多把地方打回去啊 但是这个棋 他多了一个马之后 你这个兵线很空虚啊 很容易被他扫掉啊 这个结局就是军马炮 多足欺负你 红方单局炮等着输呀 所以到这儿的话 他决定啊 就直接换了算了 直接换掉之后呢 他可以吃掉对方一个中足 找机会甩去 还想偷袭 黑的走的是 狙八进三 抓炮 红方一退之后 黑方又踩狙 红方中间吃他一下 总是想找机会 偷一下 但是黑方不给他机会 将军抽着狙 那么这儿你要上去 一将还要吃了炮 所以狙不敢离开中路 那现在将军的话 只能补试了 那么如果不右边是呀 这炮打过来 下地前一将呀 等于白走 只能不做事 狙到中间牵住 这个骑走的 有点耍赖呀 那么现在 红方动不了了 打将也不敢打 只能飞向 那黑的踩他一脚 红方呢 只好就过来跟他换 想脱身 黑方也不想再跟他纠缠 因为直接换掉的话 都残局太笨了 向一踩 到这儿对方就认输了 因为狙炮的话就够赢了 不需要过兵了 所以这个骑红方呀 实在顶不住 就认了 这盘骑 光天一获胜 这盘骑红方呀